1只2只3只4只5只6只7只8只9只10只11 121314151617只 我是冰主播 冰主播家里头顶的这个棚子吧 有马蜂 我们可以看的这个份 这就是马蜂搭的这个窝 现在呢已经没有马蜂了 又飞了一个 现在基本上这个窝里边已经没有马蜂了 那怎么解决的呢 就是它从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 它是进出我们能看到 然后呢 打的发泡胶 打进去 这样的话呢 马蜂基本上它从这几个位置这就进不了了 而且呢也出不来了 还有这个位置 它从这块也会进来 这是一个特别宽的一个缝 然后呢 塞上这个不球钢的钢丝球 就是这种东西 这个马蜂呢 是咬不断这个钢丝球的这个钢丝的 而且呢 塞上之后呢 它里边的风也出不来 这样的话呢 整个马蜂在窝里的憋住了 出不来 那么出去的马蜂呢 想回到窝里呢 也回不去 这样的话 整个 这个窝里的马蜂呢 就会 饿死了 所以呢 这个是解决 消灭马蜂的一个 最经济实惠的一个方法吧 第一步 把它的洞口堵住 然后呢 把它进出的这个地方 拿那个钢丝球堵住 第二步 用电参用盘 为什么有这么多马蜂呢 用电参用盘 只要有回来的 一挥 一挥 这样的话呢 就能给它垫死 减少这个马蜂 然后呢 第三步 还要喷一些 这个 防蚊液啊 什么这种 有味道的这个液体 喷在这个上面 所以呢 消除马蜂呢 请专业人士也可以 但是呢 大概花费是 一百多两百多 就这样的费用 如果要是自己弄的话呢 三四十块钱 也能把这件事解决 但是呢 不要着急 一步一步的来 要善于观察 而且呢 一定要防止被马蜂遮倒 好了 关注宾主播的视频 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